新闻社群追求和社群報局 现在乌克兰进行大反攻 而大反攻最大量子是 现在乌克兰从上到下从里到外 已经完全都是北约装备 而这次北约装备 彻底地对抗二次装备的时候 他发现二次装备 完全没有任何抵挡的能力 而这个时候中国非常的尴尬 怎么尴尬呢 他们才刚刚花了900亿元 买了六套的萨姆斯牌 而没想到在最近的战场上面 萨姆斯牌完全被吹火了 当萨姆斯牌碰到了海马斯火箭带的时候 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 甚至你不要海马斯 直接击中萨姆斯牌 连在旁边爆炸的震波 都会摧毁萨姆斯牌 所以就看到现在这个世界 刚刚讲的已经变成两个世界 已经以美国北约为主的一个世界 一个以中国跟俄罗斯为主的一个世界 就在这个军事对抗的时候 非常清楚 俄式装备已经明显地坠入下风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 进行了决地大反攻 大反攻刚刚刚讲到 现在真的已经一寸土地 一寸土地 一个村庄 一个村庄 都已经进到了乌克兰的掌握之下 好 我们今天请到来 边缘队来当中 首位的财经专家 黄泽宋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 电视报的物资家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视频的张宇轩 好 第四位是 知识媒体的杨慧珍 大家好 好 第五位知识媒体的 塞虎兹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知识媒体的 社会记者的 李玉峰 大家好 好 刚刚讲的 现在乌克兰进行大反攻 大反攻我们刚刚讲的 以前的乌克兰的装备 还是杂牌军 有的时候是二次装备 有的时候是美式装备 然后混混杂杂的 就没讲到 这次一反攻以后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单兵所有的装备 包括我的坦克 全部都是什么 挑战者二号 鲍二 海马斯 全部都是北式装备 北约装备 对 可怕在于说 当这个北约的装备 一出来了以后 二式装备完全不是对手 所以看到 虽然没有到吹枯拉朽 可是真的是 一个村庄 一个村庄 一个地点 一个地点的 都被乌克兰夺回去了 而且目前乌克兰 全线在往前 推进的这个过程里面 用这个准备 欧洲跟美国的这个装备 打的俄罗斯装备 根本是完全抬不起头 那你知道六月十二号 是俄罗斯的国庆日 这一天照理说 应该普丁要出来讲 就没想到 他现在只能够呼吁什么 大家要团结 因为没有 没报了嘛 因为前线一直不断的溃败 现在整个俄罗斯是 已经处在一个艰困的时刻 这么骄傲的普丁 他居然承认俄罗斯 现在是艰困时刻 为什么他艰困 我们先来从地图来看 第一个 我们之前不是讲吗 目前乌克兰是四面推进 一个在乌东 巴赫姆特这个地方 往前推进 另外在乌南 这个杂波罗这边 往前推进 在乌东跟乌南 我们前一年讲四个村庄 现在已经夺为七个村庄 好 再来就是说 中间这条路来说的话 要往这个马力波 打过去这条路 目前为止已经往前又推进了 大概1.5公里左右的这个速度 所以这样目前 持续的在往前快速的这个推进 那你跟我们讲 在比尔戈洛德之间 叛军一直不断的 骚扰你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 还有办法 目前为止在这个 目前为止在这个 赫尔松这个地方 水慢慢推去 这个部分 也要开始进行这个反攻 所以目前是全线的 在对俄罗斯行进一个施压 对 师兄 你以前讲 现在乌东 他已经经营了非常久了 已经对抗非常久了 所以俄罗斯在这边 他不是一道防线 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防线 结果这一层一层的防线 抵挡不了乌克兰 目前完全没有办法 你看这个目前 责任实际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要再前进 这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乌克兰要把握 现在最好的反攻的黄金时间 我说为什么是黄金时间 保际上 现在外在因素来说的话 俄罗斯 欧洲都是很怕什么 油价大涨 天然气大涨 最近大跌 最近在欧洲 有恃无恐 我可以全力帮你 我再打下去 油价不会上涨 对欧洲来讲 他已经不怕这个困扰 没有能源问题了 所以你看乌克兰 现在讲得越来越大声 乌军反攻的最终目标 是要夺回所有的乌克兰土地 包括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都要拿回去 对 那普丁怎么办 没办法 所以普丁只能说 我们大家团结吧 难怪是艰困时刻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俄罗斯的叛逃军官都说 我们目前整体的士气 非常非常的低落 为什么非常低落 我跟他讲 为什么 因为你目前为止 你俄罗斯的装备 T80M的坦克 T90坦克 宝姐 面与到爆二 挑战者二 完全不是对手 所以他们现在 操作明明就是我们 最顶尖的武器 被你打好玩的 另外还什么 我们这个俄罗斯 非常以理为要的 萨姆400 萨姆400的话 中国这一次也是很仔细 在看你萨姆400 表现怎么样 因为俄罗斯 中国之前 下了这个 900亿台币的订单 900亿 一套萨姆400 折合中国买 买了5亿美金 左右一个状况 结果没想到 他们这几天看到一个画面 完全傻眼 这个萨姆400 不但拦不到你 海马士打出来的飞弹 不说啊 你知道 还被 因为已经在旁边先爆炸之后 结果这一台萨姆400 被旁边的这个爆炸 震波波及之后 整个垮掉了 整个坏掉 坏掉之后 你知道为什么傻眼吗 那一颗海马士的飞弹 只有500万美金 你这一台要5亿 就500万美金 就把你5亿干掉了 所以你知道 对中国来说 对俄罗斯来说 俄罗斯这一 为什么普丁真的很尴尬 被乌东战场 被乌南战场被打得 完全是马面专岛会 那对中国来说 我未来的 我买了这个萨姆斯坦没有用啊 那对俄罗斯来说 我未来的武器 打不了海马士 我未来的武器该怎么卖 所以现在真的是 愁眉苦脸的一个局面 好 另外就是 俄罗斯在刚开战的时候讲 我们取得很好的战果 我们做了很多大外宣 现在乌克兰的鲍尔坦克 被我们一个一个给摧毁 结果第一个讲 鲍尔坦克那是假的 那根本就是一个耕鱼机 第二个更夸张的是 的确鲍尔坦克出现了问题 可是它很夸张 我们看到了 俄罗斯的武器都被开灌 整个坦克被炸开 结果鲍尔坦克被炸 有被炸 就只有履带坏掉 所以它事实上现在 整个俄罗斯的装备 经过这一场战争之后 被证明说完全是 这个中看不中用 所以乌克兰越讲越大声说 我们已经收复了七个定居地 涨回的领土到了90平方公里了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原本在巴赫姆特 前一阵子俄罗斯来说 我们已经全面控制了 却比较现在又开始 乌克兰往前推进 你看蓝色的部分 就是目前为止 乌克兰重新夺回的这个部分 包括在巴赫姆特 在阿弗迪夫卡 包括说马林卡 这几个村庄 完全都开始打下来 所以我们知道 事实上目前乌克兰 副国王不想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这几天收复了 七个这个定居地 掌握的面积来到了 这个90平方公里 公里左右 另外一个 这个乌克兰在这个东库司令的 这个发言人就说 我们开始持续对巴赫姆特的 这个侧翼发动攻击 并把俄罗斯军队击退 达700米左右 所以我就讲 现在乌东战场上面来说的话 三面开花 就目前为止 俄罗斯完全扛不住 开始再往后退 那不是只有在乌南战场 不是在乌东战场 我们讲乌南战场也是一样 这乌南战场 就是盾内之客这个地方 我们讲下面就是马力坡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乌克兰想要往下贯穿到马力坡 所以他们有三面的这个 蓝色的旗子 就是三面的这个进攻的这个状况 有四面进攻 一个在舍府秦柯 一个叫新马约西克这个地方 还有新盾内之客 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主力部队是 沿着河谷往下前进 所以现在等于是 你看四面 目前为止 乌克兰是完全四面在往前推进 我们不是说他往前推进 他这是第35海军陆战队 他们现在开始往前推进 往前推进 所以我们讲乌东战场 俄罗斯已经输了 在乌南站场 顿内之客这边 也是全面再往后撤退的一个过程 而且你看 他们现在一个村庄 一个拿出来 你看他们的装备 你看他们的士气很可怕 对 没错 这是什么 他们在收复的这个村庄里面 开始 你看 摆上乌克兰的国旗 另外就是 就拍说 我们现在真的来到 这个地方巡查 而且确定说 这个地方 为我们所重新拿下来 这就是目前乌克兰 在做的一个动作 好 那现在 大家最关心是 你从顿内之客这样一路下去 会切到马力坡吗 如果切到马力坡 整个乌军不就被一切为二了吗 我们刚才不是讲吗 在下面来 在顿内之客这个地方 有四面往下打 所以现在真正的主力 不对在这个地方 乌克兰的军队沿着这个河谷 这边有一条河 他们沿着河谷往南 快速的贯穿 你看 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 这是在目前为止 在上面一个村庄 叫大诺 我西尔卡 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你看 俄罗斯的这个军队 完全都被开灌 被完全击败的一个状况 俄罗斯的军队 完全在往后撤退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乌克兰的这个军队 他们这个放的一个画面是 他们用这个乌克兰的坦克 向俄罗斯阵地发射了 一二五毫米的这个 高炮弹的这个状况 所以现在所有的画面都是 目前为止 乌克兰的军队在往前推进 甚至你看 在这个斯托罗洛夫的这个村庄里面 有很多俄罗斯军队 在投降的这个画面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乌克兰是快速的 往这个河谷的方向往前推进 那你知道吗 这时候俄罗斯要干什么事情吗 因为有河的地方就有水坝 要炸水坝了 准备要再炸水坝 为什么要再炸水坝 你看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河谷就是这条河 这条河来说话 就莫尼卡压了一个河流 这条河流 他们往南推进 往南推进的时候 你看 目前为止 我们讲 上面几个黄色部分 都已经被乌克兰 重新光复回来 这个水坝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水坝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俄罗斯现在准备了 我要准备把它完全摧毁 这条河流是 莫克里西亚 莫克里亚利河的这个河流 我在这个上游水坝把它炸开 炸掉之后 就准备让你的水淹下去之后 你的军队就会比较慢来 而且他刚刚不是讲吗 我现在不是把乌东乌南地区 我要夺回来 我现在连克里米亚 我都要夺回来 我要夺回克里米亚 我就要在黑海进攻 之前董事长已经在讲掉了 他会主要在攻击黑海舰队 真的打黑海舰队了 没有错 目前为止来说 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乌克兰在乌南战场来说的话 没有问题 他目前地面是占优势 空优来说的话 要等联军的F16 他就可以掌握 另外还有什么 我要把海面也把它清空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他开始在突击什么 黑海舰队 他开始往黑海里面的 这个很多 包括说俄罗斯的舰队开始攻击 你看这个是黑海 这个六艘 这个乌克兰的航行 高速航行的无人舰艇 他开始在袭击 目前为止来说 俄罗斯的巡查 侦察舰 各方面的这个舰 目的在为什么呢 他们准备把这个水域 把俄罗斯的舰完全清空之后 我控制了水域 控制了空域之后 目前为止我就可以 说这是俄罗斯的战舰 被乌克兰的无人战舰 无人战舰给炸机会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海空海陆军来说的话 乌克兰完全战进优势 现在真的对俄罗斯来说 是处在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 好 与否 我们刚才讲 古迪以前是大地 他是撒谎 他多么样的骄傲 在这场战争的时候 他也是在宣传说 我们可以碾压这个世界 可不可以讲 他现在讲 这是我们的艰难时刻 除了讲艰难时刻 他身体也表现出来 这是普丁跟这个所谓的 一哨一骨 两人同时出现 你有没有注意 普丁从头到尾 就不看哨一骨 而且什么 我就背对着你 我正眼都不看着你 对 其实这个案子 一发生的时候 大家问人说 俄罗斯来打乌克兰 应该是得定良光 应该三个月 最多六个月 就把乌克兰给弄起来了 现在打了十五个月 还打不完 而且要输了 对 而且是节节败退 所以他少一股 两个人以前的 巴迪巴迪 以前站出来的时候 那感觉好像 就是你自己的心腹 自己的核心 这个画面是在哪里 我们跟大家讲 因为现在 其实兵员已经不够 而且甚至已经开始 有人在叛逃的情况之下 他到了医院 然后到医院的时候 跟谁座谈 跟很多受伤的士兵座谈 跟伤兵座谈 对 跟他们说 你们要再回来 我们授予你荣誉奖章 我们给你加薪 要希望他们可以来 再重新回到战场上面 那这个东西 在授接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 看一眼邵逸谷 然后转身背对他 其实大家要讲 从头到尾背对他 你现在邵逸谷的表情 多么尴尬 对 表示说 其实西方有这些行为 行为的肢体学的专家来看 他说其实两个 应该已经很久没有讲话了 那另外就是这样 其实你在所有的战事里面 你发现这个战事开始反正 开始出现不立状况 你就看有个部队出来了 督战队 督战队什么 你开始有部队要撤退 你部队要逃亡 我们讲就像以前 中国的大刀队一样 我就把你宰了 现在这个画面就出来了 现在真的出现了 俄罗斯的士兵想要逃亡 当这个俄罗斯的士兵 要逃亡的时候 督战队就出来了 好 我们先来讲 其实之前战况不好的时候 普丁就讲过一句话 我们一寸土地都不会让 那时候西方媒体还笑着说 你们现在已经结局 拜托了怎么办呢 普丁说他们有自己的办法 没想到这办法 竟然是自己人 杀自己人的督战队 这是一个战斗 战斗的话有七名的俄罗斯士兵 发现前面打不赢乌克兰的 一个装甲坦克往后逃 逃的情况之下 从树林里面跑出来三个人 你看到一开始 这七个人其实想要撤退了 但是树林上方的树林 跑出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直接拿着长枪 拿着机枪来扫射 扫射的过程当中 大家觉得奇怪 乌克兰不是在后方吗 其实你把它放大开看 这个是俄罗斯他们自己的人 都是俄罗斯 所以他们现在等于说 你在战线的后面的第一排 其实他们有个督战队 督战队就是拿着枪的 只要你敢逃离战场 只要你敢往后退 没有第二句话 就直接给被打死 这画面其实令人很震惊 为什么呢 七名的俄罗斯士兵 就这样的画面 一个一个倒下去 对 这个东西来讲 是第一次有影像曝光 原来之前普丁讲的 一寸都不让是真的 而且督战队来打击 自己的俄罗斯的士兵 杀自己人的话情况 这个东西其实对他们的士气来讲 打击非常的大 好 那另外 现在在逃亡的 只有俄罗斯的士兵吗 没有 现在在俄罗斯的边界 也出现了大逃亡潮 我们今天讲到 在比尔戈罗德 这个本来非常重要的 俄乌之间的一个边界 俄罗斯乌克兰所控制 就没想到 之前不是讲 在比尔戈罗德 很多的城镇 出现大爆炸吗 大爆炸的时候 俄罗斯的政府 俄罗斯的军队 竟然没有办法保护他们 在没有办法保护他们的状况下 这些你看到 这些人 就在比尔戈罗德 这些人 俯老邪幼的 全部要跑了 我们先来讲 比尔戈罗德 他的重要的一个位置 比尔戈罗德 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他就是在 俄罗斯自己的境内 所以当初打仗的时候 其实这些人 他们很多的亲戚朋友 就在乌克兰 所以他们是往来 很平凡的一个情况 现在来讲的话 现在包括自由军团 包括其他的一个 反抗军团 已经进到里面 进到里面的话 俄罗斯也说了 他们可以瞬间的把这清扯 但是没有把他们给扫荡 现在来讲的话 贝尔戈罗德 他们的一些国防的大楼 甚至呢 这些大楼都被炸到 炸到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想要逃走 可是他们说 现在俄罗斯撤罪他们的方式 给你们一组假电话 因为这组电话呢 假电话 原本有时候你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他就要告诉你说 你到哪个地方 然后呢 有这个火车 或是另外一个地方 接一有这个地方 来接一把你接去 可是打电话 接去的时候 他们说空话 对 空话 我们接不通的 所以他们现在就一直来抱怨说 他们被俄罗斯骗了 对 他们说现在来讲 我们就在俄罗斯的境内里面 贝尔戈罗德说 那我们现在要逃去哪里 我们已经无处可逃了 他们现在就是两个方向 一个就在这边等死 另外一个就看看说 到底什么时候会被打过来 好 董事长 之前 俄罗斯的武器曾经被吹上天 而且中间有一个最厉害的武器 叫做萨姆斯拜 当时还被誉为说 是全世界最好的防御的武器 而且这个萨姆斯拜 可以抵御任何飞弹的攻击 可没有想到 这次在俄乌战场上使用了以后 太可怕了 他完全挡不了 第一个 你挡不了无人机 第二个 你连海马是火箭弹 在你的旁边爆炸 你都不知道 现在这一次的乌克兰的这个装备 用到北约装备以后 它有一个特性 它特性是什么东西 它有好几层的空中的情报 跟搜索的这个侦查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目前俄罗斯不具备的 俄罗斯的整个间谍卫星 目前我记得我的印象中 好像只有五到五区间的卫星 他还要跟中国借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知道他有卫星 然后有侦查机 有无人机 然后再加上海马是的雷达 对 然后这个整个搜索系统 它是整个数据链非常完整的 当你现在看到一个 只是一个单个的防空飞弹的话 那还有什么意义 当你防空飞弹一打开的时候 智慧会变怎么样 你被暴露你的目标了 你的电波 你的无线电波 马上就被它锁定了 在锁定的情况之下 那一定没有问题了 一定被干掉了 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也就是说在科技在这个 这一部分完全是已经是 它属下风了 我要讲另外一个 它不但是海马是 它包括连M777榴弹炮 对 那榴弹炮的精准度 都是能够射后 马上快速射击 快速转移阵地 为什么 它不要再去调整炮位了 你知道吗 方位什么都不要看了 就是它就是GPS一锁定 立刻就开始射击 然后它的这个射击的 快速移动能力已经超强 而且它那个雷达锁定能力 也比过去的一般的传统的 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的 这个防炮的力量 要精准得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这完全是不同世代的 所以我们讲 点线面 你俄罗斯再怎么强 点你可能是世界第一 所以打到了线 打到了面 就不是北约的对手了 所以说为什么它这个 这个乌克兰这次 而且乌克兰现在还做了 一个新的处理了 他们除了这个里外 这个跟着北约联手以外 又还有一个就是Starlink 他们跟Starlink完全连结 又跟Starlink连结的情况之下 后来一直讲 它就不要依靠美军的 当然也是美军 对 这也是美军的军规的Starlink 讯号 那个Starlink就比原来的 它的高空的那种 间列卫星的话 弹性更大 所以你说 弹性更大 然后跟无人机连结 对 对不对 所以它那个锁定跟轰炸 跟轰炸力量是不是更强了 而且它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 我刚刚讲了 已经不是在讲海马仕了 就光榴弹炮本身 拐拐拐 对 拐拐拐的榴弹炮本身的 这个射击的炮弹 所谓的带有这种 这种飞行能力的炮弹 制导能力的炮弹 都已经比以前要增加了很多 所以这两箱之下的这个精准比率 完全差很多 最终不是SAM-400对抗了海马仕 是两个不同的规格的战争 不一样 因为它这个整个世界变成一个 整个北约把这个整个乌克兰战场 搞得变成立体化了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俄罗斯只有靠量来启胜 对 在大量的兵力跟大量的火力 跟过保格的大量的攻击 来用整个全面性的覆盖 这个是俄罗斯老套 对 而且还是用这一套 还是用这一套 所以你看到乌克兰的作战方式 它分成好几个战场 它现在几个突破点 目前公布的是四到五个突破点 对不对 但是真正是总共 它这个叫做火力侦查 它一进去的时候 对 它是带了一个很强的兵力去做侦查 那我们的数据它现在是兼兵阶段而已 对 然后一开始如果成功的话 发现这个是它的软肋的地方的话 它后面的 军团就进来了 就有大兵力的 有预备队会丢下来的嘛 就会有突破的可能性 所以它现在目前是整个的兵力 这整个战线目前八百多公里 它八百多公里是很大 很长一个战线的 你要怎么样的 这个大覆盖的地方 你就是变成你的空中的雷达的侦查能力变得非常重要 对 所以这个部分完全是北约提供了乌克兰整个空中侦查能力 所以它现在在什么阶段 大家都不要误会 目前不是在进攻 它还在一边侦查 一边在开始一边的攻击 大家在找到它那个弱点的地方的时候 它就开始做一个大量的突破 所以目前在这个阶段 最真到底打哪里 最后决定是哪一个作战点 目前其实还是不明确的 好 会者 现在中国跟俄罗斯感觉上 有点像难充难地 之前俄罗斯的媒体还讲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帮我们 现在中国可能是真难保 因为媒体想讲 中国竟然进到了一个大还债的时代 对 这个应该第一件事情是 中国现在债务的问题 真的是比美国还要严重 他们现在统计出来 它光是非金融信贷的总额 就高达44.9兆美元 那他们整个中国的债务占GDP的比例 现在已经来到295% 那美国之前不是说 什么政府因为缺钱 债务很高要关门 美国也才257% 换句话说 现在中国的债务问题 可以说是从中国的中央 到地方政府 甚至到个人 全面都已经进入一个大债 而且现在要大还债的一个时代 他其中有讲到一个重点 他说因为现在很多的中国人 他担心说我现在有工作 我可能明年都没有工作 所以他做什么事你知道吗 他开始疯狂的还房贷 他把所有身上的钱 有现金的话 他赶快还掉 他们现在不消费 然后也不愿意举债 赶快把存款 把债务还掉 对 还掉 然后或者是说 想尽办法把钱留下来 那光是第二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经济发展很重要的 其实就是要建设 不管是你的地方政府 或是中央政府带头的进行的一个基础建设 或者是你的企业 民间企业必须要投资 火车头 对 你要火车头 就是你知道他们说现在中国 他们民间企业的投资 今年前四个月 前四个月 竟然只有连一趴都不到 所以就变成全面熄火 所以他们就说 一趴都不到 民间投资现在一趴都不到 没有投资 我未来怎么收获呢 对 所以他现在就讲说 为什么会进入到大还债时代 会造成这个未来的一个经济的问题 就变成是中国的经济 现在火车头全面熄火 那他的大还债到底有多严重呢 纽约时报还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 专题报道他居然选择了 一个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就是河南商丘 河南商丘 原来河南商丘这几年 他建了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机场 他盖了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高铁 他甚至也做了很多漂亮的高速公路 这么大的基础建设 结果他现在穷到什么程度 穷到连公车司机的薪水都发不出来 你有机场 你有高铁 你有高速公路 就你最简单 最基础的公车 你不能运作了 可以说是完全是贵州的载板 完全发展的情况跟贵州一模一样 这个商丘市面积大概是跟美国的肯塔基州一样 他差不多大的一个地方 他甚至规划未来的20年 他有庞大的铁路公路和内运河 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 那预计在2020年其实就两年强 他已经完成高铁114公里 还有多条铁路在商丘这边进行交汇 他们已经预估你知道吗 2025年他要怎么样 他高速公路的一个覆盖率 要高达87% 这是吓死人 然后这很荒谬的一件事情是 他就说即使是这样子 而且也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商业活动在这边进行 就看了半天都没人 都没人你知道吗 他从高铁站前面几乎完全没有人进行 你现在看他的非常的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你有没有车子 没有车子 都没有车子 高铁也没人 高铁站前面跟里面都没有人 结果你的高速公路上就完全没有车子 他还有非常多的地方 包括一个就是要规划成他那个机场的地方 现在还是一片的空地 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是未来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航空城 还有东方航空市 还有航空城 对 所以你就觉得非常荒谬 你起到这样的问题 你就没人了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这样的需求 那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他地方政府真的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状况 31个省级政府 全面都是赤字 商丘还用过超过三分之一的税收 你知道他还来干嘛吗 他来还债的利息 还不是债的本身是债的利息 所以现在情况是 他们真的举债过高 现在连百姓日常生活要仰赖的这些公车 仰赖的这些日常生活的运作 都已经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可怕的是 房地产一直他的火车头 现在这个房地产跌到 他们做了一个统计 有100个城镇的房价是全面下跌 对这100个城镇 没有看到全部只是跌幅的不同一页 全部都是一面下跌 北上广一大堆全部下跌 北上广都跌了 全部都跌 而且你知道吗 他说这是历史首次 100个城市的房价 全部下跌 那我们之前已经有讲过在北京 连北京这种天子脚下的卖房 都一下子一夜之间大打折 降了20万元 然后就是高达了几十二万套的房子 全部都是要出售 就更荒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现在杭州 我们都知道其实杭州是 相对来讲非常富裕的城市 我们以前去杭州的时候 财商在我们去的时候 那吃一档饭两万块 我还以为是台币 不好意思人民币 那就是十万 对所以那个老板直接都告诉我说 我现在在中国这边 请人吃饭 我都不知道 没记得 我到底是请人民币还台币 因为一顿晚餐两万块人民币 真的也是实在是太夸张 结果没想到现在杭州出现了什么状况 杭州房子也滞销 他为了要卖房子还要送黄金 他说你只要来买我房子 或者是你来预约开房的话 我送你一公斤的黄金 相当于台币也是破百万 险见现在中国房地产的火之头 也是熄火了 好 雨萱 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荒谬是 导演我们看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中越边际 这在云南跟越南边际 弄了这样的铁字网 上面还通电的 这个通电是干嘛 本来是防止越南人越过边界 跑到中国去找工作 就是我要防止越南的黑工 就没有想到现在反过来了 现在这个铁字网是什么 防止云南人跑到越南去 所以宝洁哥何其讽刺 这有一句成语形容 包括我们刚才讲到欠债 人去楼空 楼也空了 现在人也要跑了 看不懂现在大陆搞了演出一处 就叫什么 全员逃跑中 我们怎么讲 全员逃跑中 真的是全员逃跑中 来我们从云南这个地方来讲起 奇怪 你说云南跟越南 怎么讲越南都是第三世界国家 怎么会想也想不到说 都只有越南去偷渡别人 怎么会是变成中国人 现在改了反转过来是 中国人要跑到越南去 好我们就看先看第一只画面 第一只画面多好笑 它地点在中越丽江的边境 那这个边境很长 总共是五百公里 你说这五百公里做什么 做什么防止的 原本大家以为说 大家看就是这个画面 来 你看哦 他们先是一个男的 你看奋力即便 那个铁丝网是有倒勾的 对 他整个人经过社会 整个血肉模糊 整个会这个血肉破绽开来 就没办法 他还是坚决要过去 然后另外一个女子你看 那是女的耶 对 卡在办公中就是急忙跑过去 来我们先 大家先看这画面 我们不讲 因为你说说 哎呀是不是越南人 要偷渡到中国去 错了 是云南边境的人 要跑到越南去 各位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吗 左边是云南 右边是越南 对 好 那你说这个只是 level 1而已哦 我们待会讲到更夸张 level 1只是这种铁丝网 大家想说 哎 看起来像越狱风云 这个全淘宝 没关系 随便你讲 但更离谱的来 看到就是第二画面这个 第二画面这个可不简单的 他待会还会给你看到 其实你以为这只是高强 铁丝网吗 错了 他这个同样 也是在云南越南边境 但他还有天眼系统 什么叫天眼系统 你如果想要跑过来 我会用AI人捧辨识 知道你是谁 你说等等 如果说是越南人 AI辨识系统有用吗 对不对 这是不是逻辑上的一个盲点 对 你越南人你哪来他的资料库 他没有资料 所以显然他要仿是谁 仿中国 他就仿就是中国人啦 他就仿中国人说 哎呀如果有人要跑到越南去 我们要赶紧把他抓起来 对 更可恶是什么 他上面还通高压电 他刚刚那支影片 他还有怎么样 他有一根电线杆 就这样直挺挺的 直接连接着那个铁丝网 所以你想要越过去 不好意思 AI人脸辨识 天眼系统 外加高压电 就是不让你中国人跑过处 但中国人还爱面子 官方总不能承认说 我们的人不动往外流吧 所以他怎么讲 他说这个叫做边境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要管控 还说哎呀我们这是要防止这个 相关越南人来 然后呢越南人这些土壤 你这个东西不只是 会垫到你自己中国人 还会发生一个状况 我们的这些农畜牧 这些羊啊猪啊马 我们就是怕被你垫到 所以想说奇怪越南人 这么好心 还特别放中卖不不不 是他这个边境管制 已经影响到越南人自己本身了嘛